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地方说到了下方世界 世尊为我们略知六尊佛的德号 这六尊佛它的名号是代表教化霸心 普度众生 这是大菩萨的事业 在一般来说呢 最低先度也是出地菩萨 才能够担当得起 以像祝佛如来一样的 普度众生 第一尊佛的德号叫苏子佛 这是表化身的佛的弟子 我们在经上常见到的 是法王族 佛为法王 能够继承佛的事业 洪法立身的这样的法身大司 他说法 如福无异 要称之为法王族 廉词大司 注解里面呢 是解释名号的大义 私自是受众之亡 这个抄里面讲 私自有两个意思 一折私自众受众亡 由心如瘟也 如福凡胜独尊 处入三界 自在独爱 取这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呢 私自一吼 不受畏惧 如福说法 天蒙外道 皆幸福故 又五种不 这个不是恐怖 居足四种无微 这都是私自所表的 那么这个五种不 四无微 注解里面都有 这我们就不说了 那么我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它表伐的意趣下来看 菩萨在修学历程当中 达到这样一个境界 前面是全时年中智慧 这就开始以度化众生为主了 二智没有现行 是自度为主 智慧圆满了 那才真正像地藏菩萨一样发心 自己未能得度 先度众生 那个自己未能得度 这个意思是成佛 自己还没有成佛 先度众生 有能力吗 有能力 它已经是真地的菩萨 它当然有能力 多众生 这叫菩萨发心 这不是普通菩萨 也不是普通的发生大死 是我们常常念赞里面的 摩佛萨 菩萨摩佛萨 这个是摩佛萨 不是前面的小菩萨 小菩萨不行 自度要紧 这个大菩萨行了 自己已经得度了 不过没有圆满 成佛才圆满 没有圆满 发大心 先帮助别人 代佛说法 那么他所说的话 如佛所说 因为他之地成佛 实在讲 非常接近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原教七地八地以上的菩萨 到这个境界 应该是这样做法 第二位呢 是明文佛 他代表的意思 这个明文呢 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讲的知名度 菩萨的知名度很高 明称普文 提起来没有人不知道 像观世音菩萨 名气很大 有许多没有学佛的 不知道其他菩萨名字 也不知道佛的名字 他知道观世音菩萨 可见的观世音菩萨 在明文里面呢 是第一 我们曾经遇到很多 很多这个没有学佛的人 见到我们出家人 你们佛教 有一个如来佛 如来佛 有观世音菩萨 但如来佛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是如来 是一切佛的通号 不是指的一尊 那么这名气之大了 大概都是受西游记的影响 甚至看小书 看得来的 那么由此可知 在这一段里面所说的 菩萨 就是指的这些等着菩萨 文书 福贤 观音 世智 米勒 地藏 通通是等着菩萨 这些菩萨的名文 是净虚空变法界 一切诸佛 一切诸佛差处的人都知道 这个诸解 诸为自己看就可以了 不要再多说了 祝福菩萨 这个圣贤的名文 都是实至名归 决定不是实名 名称普文 就说明了 他教化影响力的声光 无限的声光 苗目菩萨的人都 乐意跟菩萨实习的人都 他这个里头真正喊的是这个意思 下密尊大摩佛 大摩是凡语 三尘中国是法的意思 佛法身 这是法 法的意思 这是代表 大法 一定是 司臣祝福 那么这样 才能够为一切众生做榜样 做模範 在这个地方 我们 也能有更深一层的体会 无认为一切众生做榜样 无认为一切众生做荜 经典 经典 经典有十十多度 究竟要用哪一种经典来帮助众生 动身 动身才能够得真实的利益 这里面 这里面 关系 非常之大 就更加深一层的体会 就更如同 病人生病 要用药 才能够治得好 我们到药店 也看了 这几千种 几万种的药 那要选择 哪一种药 才能把人病治好了 如果我们把药选错了 这药不对断 不但不能治病 一定是反而把病加重 甚至于把它害死 这些常识 我们有 但是我们疏忽了 今天是发药 经常也常把佛比作大医王 佛所说的法了 就是要发药 众生都是病人 佛说法 佛这个大夫非常高明 这靠得住 经过他诊断的 他所下的药 是药到病出 听佛说法 没有不开悟的 没有不证过的 都能够得到真正的好处 佛灭住之后 这个大夫没有了 药方留下来一大堆 这个大藏经就很药 这么多的药方 我们害的什么病 自己不晓得 如果是乱吃药啊 不会好的啊 这个就是说 佛灭度之后 舍佛的人多 开悟的人少 正果的人更少 佛华已经传了三千多年了 我们看看现前这个社会上 学佛的人不但正果的人没有了 开悟的人啊 也是父母灵者 灵阴在什么地方呢 说实实的讲话 决定不能说 我们这一代的人呢 不如古人 你要说这个话 我是绝对不会承认 我们没有古人聪明 没有古人伶俐 我觉得现代人比从前人更聪明 那么为什么我们修学成就比不上古人呢 没有别的 药吃错了 药假如要吃对了的话 我们今天开悟正果 比古人来的快 甚至于把经典的意思给曲解了 错结了 这是真的 我们讲堂啊 一开始这是念开经济 开经济上说 念节如来 真是意 这个济子是唐朝武则天做的 武则天不错 我们今天说实在话 是错结如来 真是意 不但看经 错毁了意思 听讲 也往往错毁了意思 我在这里说的 等一下别人再讲给我听的时候 跟我完全不一样 我听了都可怕了 当场时候 这个意思 就错毁了 所以这个 念节如来 真是意 难 难在哪里呢 真正的难处 难在我们错用了心 祝福菩萨用的是真心 我们用的是忘心 祝福菩萨 完全没有成精 我们是心如为主 这种难处 这种难处 归根就底 病根就在此底 有病不怕 怕的是 遇不到好大夫 遇到了好大夫 怕的是 对他不能信 那就 无可奈何 我们 浙查到 自己有病 遇到了佛华 这是好大夫 现在关键的 我们能不能信 能不能选择 这个选择 关系最大 无量法门里面 我们到底选择 哪一个法门 我们没有智慧 没有能力 也遇不到善知识 在这种状况之下 怎么办 我们的遭遇 我们的环境 佛菩萨 早就知道了 所以世尊 在三千年前 就为我们 选定了 佛在大吉经里头 说过 正法时期 戒律成就 说正法 佛已经入灭了 佛灭度 第一个一千年 正法 持戒 就能成就 向法时期 佛灭度 第二个一千年 单单持戒 不能成就 要修定 禅定成就 所以佛教 是在向法初期 传到中国来的 释迦牟尼佛灭度 之后一千年 佛教传到中国 正是向法时期 所以中国禅宗 非常发达 跟释迦牟尼佛所讲的 完全相应 第三 末法时期 末法有一万年 佛说的是 净成就 净土成就 这是世子 彻底 慈悲 他老人家 灭度 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舍佛的人 应当如何 选择 法 他为我们 持了一条路 我们今天 生在 末法时期 如果不选择 净土 这就是 违背了 佛的 教育 佛教我们 选净土 我们偏偏 要去宣传 选其他的 那这个 法不弃机 这个责任 是自己负责 佛不负这个责任 所以我们 生在末法时期 遵守 佛的教诲 选择 这个法 这哪里会有错 静宗的经典 此地讲大摩 就是 专指 这个静宗的经典 原本 只有三斤 释迦牟尼佛 所说的 三斤的顺序 佛是最初 讲 无量寿静 把西方 极乐世界 详详细细的 介绍 给我们 所以 无量寿静 是 尽头 概论 而且 是 多次 宣讲 这一点呢 我们要 特别 重视 因为 世贞当年 在世将军 一步进 只讲一次 没有 重复 唯独 无量寿静 重复了 很多次 根据 现存的 一本 现在大藏经里面 所收集的 五种的 原一本 古德 作详细 比较 发现 至少有 三种 不同的 范文本 那么换句话 就是 佛 三次 不同 所说的 至少 是有三次 不同 那我们 我们很 粗心的人 看没有 那么心 美 那么细 也能够 看出来 佛在 方等会上 讲过 清净 平等 绝经 无量寿静 佛又在 大宝集会里面 讲过一次 这非常明显 大宝集会里面 有 这个 无量寿 这一张 特别介绍 这个西方 经历 所以 确确实实证明 这个经 是佛当年在世 高策 宣讲 何况 我们的翻译本 在古时候 是传的 有七种 古藏经里头 有目录 这个无量寿静 总共有 十二次的翻译 现在只留了 五种 有七种 是传的 假如那个七种 都存在的话 再一笔 可能 还更能够发现 有不 跟这个三种 不同的 版本 这就证明 佛时 说了很多次 佛耶森 对这个法文 说很多次 那这个法文 就特别重要 特别契机 他才会这样说法 多次宣说 那么其次 再说 观无量寿静 观经里面 实在讲 就是专门 教给我们 往生净土的方法 方法在观经里面 这个无量寿静里面 有说的简单 观无量寿静 说的详细 你怎么个去法 所以观经跟我们讲理论 修行方法 这个九品 因果 这个说的很详细 最后 佛说 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 我们也念得很熟 阿弥陀经 就是劝我们 法院求生净土 在这一部经里面 世尊三次 劝我们 应当法院求生 别苦 劝三次 一而再 再而三 苦口婆心的 劝民我们 所以把这个三经 合起来看 这是世尊 彻底的悲心 令一切众生 就在这一生当中 圆成佛道 圆满成佛 唯独这个法门 而且这个法门 非常齐合 末法时期的重点 因此 在《法灭经经》里面说 将来 佛法的发运 一万二千年 现在已经过了三千年了 还有九千年 将来佛法统统都灭了 所有经典都没有了 这《无量寿经》 还在 《无量寿经》最后灭 它还要多延续一百年 这一百年之后 《无量寿经》也没有了 环游一句 《拉摩阿弥陀佛》 这六个字 这六个字 还留在这个世间 有缘的人 善根深厚的人 遇到这句名号 能够专持也能 哇塞 可见这个法门 真正不可遂 这就是 法门的选择 我们是选择了 尽动法门 我们依靠的经典 是进土三金 后来 东国古武大德 其实说古啊 距离我们都不算太远 魏远居思 是清朝 咸丰年间人 大家都晓得 清朝末年 有个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的丈夫 就是咸丰皇帝 咸丰居里 我们现在 还不到两百年 接近上 还不到两百年 那个时候 有一位魏远居思 他将普贤行愿品 附在三金的后面 号称为 净土四金 净土四金是这么来的 到民国初年 应光法诗 这是我们进土中 最近的一位租诗 应光大诗 将内言经里面 大师之菩萨念佛严通章 又附在四金的后面 称为净土五金 金宗金典到这个地方 可以说是 真正圆满 真正的圆满 不需要再添加了 这些思 我们在讲习当中 过去也讲得很懂 也说得很下戏 我们今天遵守 五金的教义 依照经典教训来修行 就决定不错 以净土五金 劝导一切众生 就如同诸佛 劝导一切祝福如来 所赞叹 一切祝福如来 所介绍的 那哪里会有错 我们要介绍其他金典 给众生 给诸位说 你要小心 要被因果责任 就好像那个人 审了病 你要介绍药给他 他吃好了 很感谢你 他要吃死了 你也有责任 你不能说没有的人 介绍别的药方 我们没有把握 我们今天 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智慧 关机 换句话说 那个药性不太熟的 不敢用 也不敢随便介绍人 那么这一副药 好 无论什么病都吃 用了之后 决定没有负作用 这个是放心大胆 文文荡荡的去用 我们自己 用这个的礼仪 我们也把这个介绍别人 决定不会错 这是大魔佛标的意思 再看底下一段说 法床佛 这个是代表 建离法床 古人所讲的 建法床列宗旨 会立众三 床是旗帜 一个国家政权的建立 一定要设计一面过期 过期差在高处 这个就是建法床的意思 所以佛法 这个建立法床 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建道场 列宗旨 就是建立 这个道场的制度 最重要的是道风与学风 这个独特的道风与学风 学风 是说 它依据 某一些经典里面所讲的理论 经济 这是学 道风呢 是将它修行的方法 成功 这是道 我们常讲 借行相应 借是学 行是道 建立这样的宗旨 能够把佛法推广 能够把佛法发扬广大 利益一切众生 帮助祝佛如来 教化一切众生 这佛法才能够真正的推广 末后 持法佛 他表 依教风行 老师念 这尊佛名号里面显示的 就是推广佛法 利益一切众生 应当用什么方式 佛在此地教给我们 要持法 也就是前面 宗旨里头所说的 道风与世风 要落实 在五经一论上 在五经一论上 道风呢 要落实在老师天佛上 我们的学节 一五经一论 我们的行持 是专信专业 专持名号 那就叫老师念 这就对了 这就跟一切祝佛 教化众生 无二无别 所以 古时候 我们称呼 佛门弘法的大德 我们称为法师 翻译经典的 称为三藏法师 因为它通达三藏 不通达三藏 没有资格翻经 翻经的法师 你看经上 前面 明题上 三藏法师 成传禅宗的 称为禅师 教导戒律的 称为教师 律师 这皇帝的老师 我们称为过师 只有弘扬净土 这个净土中的祖师 被人尊称为大师 主要想得 大师是对佛的称 等着佛萨 都担当不起这个称呼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 这是普通的佛修常识 佛萨称大师 在诸位常常看到观音菩萨 观音大师 魅称大师 所以新人在有些人 都自称为大师 就过分了 这个怎么讲 都讲不通 纵然是别人尊敬 也不能够称当 也要说清楚 说明白 这讲到称呼 太过分了 比如我们在学书上 我们你那个中学都没有念 人家一见面的时候 被你很恭敬称呼 波斯先生 这不叫骂人 这都难够 我们普通的一个出家 人家见面出来 摸摸大师 就是这个味道 就是骂人 这明时相距太远了 如果对这个称呼 还不觉得奇怪 还能够单受的 那这个人对佛法是一塌糊涂 您这么一点常识 他都不懂 为什么净土宗的祖师 可以称当师 祝福如来 教化众生 第一个法门 就是劝人念佛 为众生呢 介绍三经 这个敬宗祖师 也是 讲解三经 也是劝人念佛 这跟祝福如来 差不多嘛 满相的嘛 所以后人尊称为 大死 可是主要记住 后人尊称 不是当时在世 当时在世 要有人这样称他 他一定要骂人的 要生气的 我们不说圆 就是阴光法子 在世的时候要称他法子 哪个要称他大死 那他才会骂人 他一点都不客气 他老人家圆一极了 我们趁他阴光大死 他也没法地怪我们了 在世的时候不客气的 这个常识一定要懂的 学佛 这个骗外行可以 不能骗内行人 内行人一听 就明白 这个是说 禁宗祖师自行化他了 都跟祝福如来 无二无比 底下这一段 称李 则自行 侧之 你一身不可敬 使下方横杀非 李延迟大死 祝苏超 用心呢 非常良苦 因为他老人家 那个时代 禁宗摔到了骨体 在社会上 一般人呢 都瞧不起禁宗 这样殊称的法门 佛门里面呢 地业经典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认识 一昧就参禅 禅宫在那个时候很深 这个禅宫表面上 表面呢 很兴旺 学的人多 这个人多 相互定神 是这个意思 真正开悟的人呢 很少 禅宗修行 得禅宫的 都不同 他老人家要劝那些人 来修 净土 念佛 大家不能接受 大家不能接受啊 所以 弘扬禁宗啊 你看这个俗超里头 引用华言 引用了多少 三分之一以上 目的呢 就是用华言 把禁宗啊抬起来 让大家能够相信啊 因为佛弟子没有不尊重华言 用华言来解释 米陶宫 莫护称心 就是会归自信 禅宗 那说明 竟跟禅 是余不少 念佛没有离开自信 称离就是称心 自信测知弥生不可见 因为这个地方讲下方 下方讲深的 上方讲高 下方讲深的 没有底 持这个意思 显示在诗上讲呢 诸佛菩萨度化众生 没有知见 众生无比实验度化 没有知见 以下这两行经文我们念过去就可以了 过一期过出广场学乡 并赴三千八千世界 说臣是淫 如登仲森当信誓称担不可遂功德 一切祝福所乎念经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底下一段经文 这是第六最后的一段 上方 摄立佛 摄立佛上方世界 又 弗兰英佛 秀王佛 相上佛 相光佛 大阴间佛 雜色 宝化阴生佛 苏罗树王佛 宝化德佛 建一切一佛 如虚明山佛 如是等 恒河沙俗读佛 这段经文 是这一大段的总结 说出了实增佛的字号 实代表圆满 代表这个法门 是大圆满的法门 在修学成就上来说 所以我这次跟诸位介绍这个六方佛的名号 名号 绝对不是任意说的 每一方祝福 无量无边 横厚杀素 佛只说出这几个人就代表 这几个人一定有特别的用意 绝对不是随便说的 一定是有表伐的意思 所以我们注重在这个角度上来观察 果然没错 六方佛是从我们粗伐心一直到 正无上菩提 这个层次过着 这个我们从名号上通通看出来 他跟华阴进 幕后五十三滩 没有念想 五十三滩 写书 明显的书 这个地方用佛号暗含着这个意思 密书 不像那样子 明显 上方世界 第一尊佛了 凡因佛 凡是亲近的意思 佛因亲近 五方缘故 杂染指什么呢 指心的 心杂染了 身与雨就不亲近了 心要是亲近了呢 身就亲近了 雨也亲近了 三叶都亲近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他所说重要的意义 就是说法亲近 要想达到说法亲近 一定是心的没有缘住 像六祖所说的 本来无有 何处越尘埃 尘埃就是代表的 任安住 一定要做到亲近 平等 慈悲 这个因身就亲近了 连着大师在抄里头也说得很好 我们把这个念一念 无杂染者 愚臣说法 视为杂染 视为杂染而不亲近 江湖唯一一成法 画道 顾群生 所谓唇义不达 举足清白凡心之相 顾名凡名 那么从 比较上来说 就是从相上讲 主要知道 从性上讲 是真心 本性 亲近无然 从相上讲呢 大臣跟小臣比 小臣是杂染 大臣是亲近 大臣 这个后头有比较 后头的名号里的有比较 非常有趣味 大臣 要跟禅来比较呢 禅心 大臣就 打染了 禅要跟净土比较呢 禅又不清净了 又打染了 禁宗 纯净无然 我们从后面 这个佛的德号上 都能见到 那么这个梵音 第一尊佛呢 是代表总纲理 自行化道 自行 我们平常念这一句佛号 要用清净心念 用平等心念 念这句佛号 这是自行 如果再加上了大慈悲心念 那就是化他了 自行化他了 就这一句佛号 这是翻译 第二尊佛 秀光佛 这个字是破音字 是新秀 不当做别的讲究 是新秀 新秀当中 最大的 是我们肉眼看到的 我们不是从天文望远镜上观察 我们平常用肉眼看 肉眼看晚上看天空 这个星球里头最大的 月亮 月亮是一切助心之王 因为说我们看到的 肉眼看到的 看到最大的 代表这个意思 那么他呢 比较大臣佛法 臣佛的境路 把一切这个新的光啊 比喻做佛无量的法门 佛的法门都是光明的 那光明当中哪一法光明最大呢 秀王 叫大臣 大臣跟小臣比 大臣智慧高 光明大 它代表大臣法 大臣是成佛的协定 所以大臣跟小臣 观念修行都不相同 在古时候 封建的时代 思想间接都趋于保守 那就非常适合于小臣法 小臣是保守的 你给他讲大臣法呢 他不能接受 他认为那是狂妄 那不能够修行 那么 现代这个时代呢 民主自由开放 適合于大臣佛法 適合于大臣佛法 今天要用小臣法来教终生 他不能接受 太矮板了 太拘损了 叫我这也不能动 那也不能动 他不能接受 观念佛法了 切离重要 契机也决定不能守 要看他的根性 要看他生活环境 意识形态 要观察这一点 那我们展望将来 我昨天跟诸位报告过 十年以后的这个世界 会进入到电脑的时代 我们生活方式有很大的改变 从农业时代到工业 是一个大改变 从工业时代将来到这个电脑的时代 是更大复苏 现在很多人无法想象将来是个什么时代 这个时代不断的进步 没有法子阻挡他 那么佛法是智慧的教识 智慧的教识 绝对不会被时代淘汰了 他在任何时代里面 都能发挥他高度的智慧 能令一切众生 语言成佛道 下面一尊相上佛 编持大师在诸节里面 也提到了五分法身相 所以他代表的是禅宗 我们在六周禅经里面看到 《传向忏悔》 你看《传向忏悔》那一瓶 那是禅宗修学最高的指导员者 他里面也是有次第 从这个入门呢 从发心 从三规下手 最后讲到五分法身相 所以这个代表禅宗 禅宗跟一般大臣比呢 禅宗的路径 所以我们禅宗中禅又禅 这是叫禅宗 禅就是禅路 大臣是禅路 禅宗是禅路当中的禅路 禅宗中禅是禅宗 这个禅路里还有一条更近的路 那就是幼禅 那就是底下一尊相光佛代表的路 那相上表禅了 相光表尽 大师之菩萨原同章里面 所说的相光光严 自古以来有很多修行的道场 如果我们看他命名为相光师 相光两个个 就是小的 他是修行佛法文的 这个就不会错了 所以他代表念佛法文 相光光严 这是禅中禅又禅 最 臣服最禅的一条道路 他不但是最禅 而且是最稳当的一条道路 谈 谈固然是禅路 他不见得稳当 第一 必须要是上上根基 六祖所读的上上根人 不是上上根人不适合修这个法文 第二 禅里面磨色很多 你看《愿言经》里面讲的五十种阴谋 都是禅定里面的境界 所以禅不稳当 所以禅不稳当 没有禅来的稳当 古人讲 古人讲这个法文 最简单 最容易 最稳当 最面 最对 这是把这个法文 赞叹叹叹到了几处了 下面 大言间佛 这个 代表的意思 是将以上 上上的法门 推荐 推荐给大众 介绍给大众 普勸念佛 一生成就 啊 这个 这个承担 前面有原间佛了 我们详细说过 承担如来的家业了 这大言间 就是承担如来的一大法 这个我们一定 要清楚 要明白 要肯定 这个法文是如来的一大法 因为无量受情 这确实实 是大方广佛 华言间的浓缩 是华言间的精华 精文 虽然只有一句 华言有八十句 无量受情一句 但是 一里一 进阶 跟八十句华言 无二无边 完全一样 才知道 对不经典的可贵 所以啊 云云云满满的 还是 无量无边的法本 都在其中 所以 都这一部经 《无量受经》 从头到尾念一遍 就当时把华言经念了一遍 华言经念一遍 要很长的时间了 从前华言连续了 常常念华言经 一部华言经念完 好像是念两个星期 一部念完 八十句 我们无量受经念一遍 就是八十句统统统的念完了 聪明人呢 念精华 当然 念那么多啰哩啰嗦的 不算聪明人 这个我们要想的 下面 雜色爆花 隐身佛 这尊佛的德号 实在 就是代表 根本法门里面的 大方光佛 华言经 故人唱出 一身圆满成佛 唯独华言 佛讲一切件 一身 从凡夫修成佛 讲的理论 方法 境界 讲得清清楚楚 圆圆满满的 真的就是华言 所以 所以华言可以说 是整个佛法的佛法概论 一切经所说的都是华言某一个部分 特别详细介绍 特别详细介绍而已 总纲灵的就是华言 所以 这尊佛了 不要这个意思 在华言里面 最要紧的 是文书 谱行 善才通 我们看看他们 他们学的是什么 他们修的是什么 他们的结果是什么 如果我们能从这些地方观察 搞清楚搞明白了 我们就真的有收获了 文书斯利菩萨 在华言经里面 最重要的 是教给我们 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代人皆佛 要遵守十个原则 是摩洛密 温书斯利菩萨教育 这是圆满智慧的大性 我们日常生活行为 充满了圆满的智慧 第一个 不识 不识的意思是什么 放下 身心世界一起放下 我们心就清醒了 心里头一尘不染 不识就是识 就是放下 不识在那里放别的东西 明文立扬放下 没有用 心地里面 妄想分别 执着忧虑牵挂 这个东西要放下 彻底不识掉了 真的放下了 身外之无 没有妨碍 大经里面讲的 离世无碍 素素无碍 没有妨碍 妨碍在哪里 心里头要是有了牵挂 就妨碍了 那个问题也很重 心里头没有牵挂 这叫故事 慈间 慈间是守法 无论是世间法 处世间法 一定要遵守 守法了 是寂静的 寻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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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耐心 要忍耐 我们世间人也常说 寻规的不当 要能够接忍 要能够接忍 恨心 逆心 都不为所动 然后才能够精进 精是进步 没有退传 进步呢 讲求的是精 精唇不咋 这样进步 就对了 我们现在世间人进步 我常说 咋进 乱进 所以 他不能成就 他是真用功 真努力 一天到晚不休息 到最后没有结果 什么也不能成就 主要就是他不是精 他是杂乱 亏严 吃到这个地方 精进之后 才有禅定 这钉 不动药了 不推转 不动药了 智慧现象 不若是智慧现象 这也就是说 我们自己生活 除世代人 要以理智 不能用感情 感情是你 理智就是剥弱 后面 方便 愿愿理智 这些指导原则 都是叫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生活 文书菩萨教我们这些 这是基础的修学方法 博强 博弦菩萨呢 把这个基础扩大 扩大到静虚空变化剂 完全跟自信相应了 在语言成佛道了 这个失调 如果 我们真的是用清新心 真诚心 平等心 大慈悲心 来修呢 那就是菩萱誓愿 菩萱菩萨举了几个例子 这几个例子 就叫做十大愿望 具有十个例子 第一个 交给我们 离敬祝福 祝福 主要想得 除了自己以外 都叫祝福 不甘情有情是祝福 无情也是祝福 因为佛在华言上说 情与无情同缘懂之 所以我们对于无情要理尽 对于无情也要理尽 决定没有分别 没有等差 这要用平等心 那么怎样理尽法呢 是不是见到人 就爬在地上给他磕三个头呢 如果你要是这么个修法呢 让佛看到都会流眼泪了 你又误解了佛的真实意了 你把佛的意思称得搞错了 你又误解了佛的真实意了 你把佛的意思称得搞错了 佛法是用心 佛法用的是智慧的心 是清净的心 用大智慧 用真清净 随顺着一切俗事 就是普行心 怎么要不可言呢 所以这个大乘佛法 尤其讲到最高的人 一乘法了 就是圆满的人生了 真实的幸福 普贤菩萨行言评寄宋明说得很清楚 离经 能离的 我以清净身与异 那由此可 三月清净 就是离经 三月不清净 见人就磕头 也不是普贤劲 三月清净 见到人点点头 这一尊佛都是离经主佛 这三月清净是什么 实在讲 就是无量寿经上所讲的 清净平等者 摄影 都是清净平等者 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 所以这一尊佛是表 越深圆满 越深圆满 大华人心 我们要能够以文书 普贤善财同质做榜样 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修学的标准 标这个意思 所以佛法非常豪博 非常圆满 对于苗生死出三界 往生不退成福 自己会充满了信心 那你就生活快乐无比 下面一阵 苏罗树王佛 先面 弦教讲完了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法文 密教 这一阵佛代表密 苏罗树王 苏罗树是比喻 这个超级都有讲 坚固的意思 此树碎寒不掉 碎寒不掉 在我们中国松树不树 冬天也不凋零 可是我们讲到树的直 它的密度来讲 松树不及苏德鲁 它的密度很大 非常坚实坚硬 这个刀斧看不动 我们的松树 吉佛陀就看到了 所以虽然冬天可以不掉 但是坚固不如它 这个非常坚固 取这个意思 无上的密尘 实在讲 也是一句佛号 这一句佛号 就是无上咒 我这次在美国 跟大家介绍新兴 新兴后面讲到 这个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我给他解释 那个咒 你们大家晓得 天天念不知道 那个咒就是 南无阿弥陀佛 确确实实一点都不错 这六个字 完全是凡语 凡语过来的 就是无上的密尘 佛在大基金里面讲 这一句佛号 是无上甚深产的 也是 无上无等等咒 华言里面讲 多解释一 一解释多 这个疑就是这一句名号 不就是无量无边的法门 一句佛号展开来 无量无边的法门 无量无边法门 贵呢 就这一句佛号 所以才知道 名号功德不可谁 第一下一尊 这是第八尊 宝化德佛 这尊佛代表圆满报神 后面这个三尊佛呢 代表到究竟圆满 建一切一佛呢 是表千百亿化神 如须弥山佛呢 是表圆满清净化神 所以后面跟我们讲的报神 自受用 自受用神 化神呢 他受用神 度化众神用 这个都是用作用 自受用他受用 离体 就是千金发神 所以就说佛到这个地方呢 是真正达到了究竟圆满 真的圆满的三尊 八宝印三尊 真的圆圆满满 这个经文呢 东方 在哪一段里面 在这个五百一十八年 在这个五百一十八年 那 诸位翻开五百一十八年呢 前后啊 照应的都知道 他就相信 东方 是代表 修说 基本的态度 那 我们学佛基本的态度 阿出提佛是代表不动 信心清净 这身是相 所以他心不定了 不能学东西 心要定 心要不动 不为一切所动摇 你就可以学了 下面三尊佛呢 就是我们所需求的目标 虚弥相佛 大虚弥佛 虚弥光佛 这就是三尊 先是心里的向往啊 虚弥相是报神 大虚弥 是法神 虚弥光 是硬化神 你看到这个幕后这个地方 圆满了 幕后的人 我们已经得到了 前面是去希望求的 后面果然得到 所以六方佛的 德昊啊 显示出 静中修学 从初发心 将来一直到圆满成佛 他等过修学的历程 所以这段经文 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好 大家要是粗心大意地看过去 那就太可惜了吧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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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